《红弄》电影作品 以前都是局限在这个园林里面 这次呢 要打破仅仅是一个庭院里面的故事的格局 所以取得更喷嚷的事 加入到建筑的总体设计 我小时候看《红弄》的时候 觉得那是真的像童话似的那么一个原作 也幻想着自己就身临其境 我们要打造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东方红楼文化 决心用新的理念重新建造 我们的打破仅 我们从体量上 高度上 材质上 设计这个老公圈子行 应该说是超越了以往的《红弄》建设的规格 那是冬天的 春的主板面年不永远到 为了要赶我们的拍摄时间 仅在建造的过程中 摄影棚也在同时建造 我们应该陷气散开在外面漏着风呢 离开甲木房只有两个月 请就这两天就得进去 这样的事情 大家在国内经过没有过 创造中国之罪 大家就是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吧 将来展示在打屏幕上 大家会为之惊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